目前可以看到李嘉芬已經來到了現場 一路上一樣 韓粉促湧之下 來到這個舞台上面 要來跟韓國瑜一起來進行鮪魚秀 剛剛問到李嘉芬 事實上他曾經來幫市長料理過鮪魚嗎 他說 沒錯 韓國市長對鮪魚料理非常喜歡 尤其是生魚片 但是因為生魚片切起來需要專業 所以不太能夠他來料理 至於他陪同韓市長一起到大陸廚房去 有沒有準備什麼獨門的料理呢 事實上他說還沒有想那麼多 而且在隔天如果選舉結果出爐之後 是不是全家家族聚會 事實上嘉芬說也沒有提到那麼多 只不過現在到現場之後 雖然說韓國瑜還沒有抵達 只不過今天嘉芬剛剛吃完碗粿之後 馬上快速的就趕到了池王府的現場 現在已經上臺了 要跟龍劍一起來進行鮪魚秀 今天黃旗料理超過五十斤 還有這個鬼頭刀超過十斤以上 那怎麼料理呢 現場可以看到 這麼大的一隻黃旗鮪魚就擺在面前了 剛剛李嘉芬說了 他認為這太專業了 切起來怕怕的 因為黃旗鮪魚一整尾價值好幾萬塊 雖然說韓市長他愛吃鮪魚生魚片 但是他就還是交給專業人士 我們要聽一下李嘉芬他怎麼說的 謝謝 謝謝 你好好啊 結封算 旗幼 柑某 說正常的韓國語很適合 我來得正道達 的話 您然氣味很適合 所以大家在後面 在基本結封算的時間 把我們才能打上去 因為我抱怨 截截截 我們這裡的 秘密 就是我們來農民的秘密 我都很感動 因為我小時候 我在本年三個月 所以我這個地方 我也是太空 所以我小時候 我也都在台中 所以我 才是學我加班錢 我請問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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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去買港 那在西藏就拿那些路數 我看到那些路數 我就覺得很清楚 因為我小時候 我也是拿路數很大 所以路數都是我們 只要拿 拿毛巾 我們現在的山邊 如果拿路數 計較高 這個路數 計較高 所以以前的家路數 都是要靠早 四個月就要拿 所以我們很了解 我們措施在這裡的好朋友 這種辛苦 所以我小時候 自己在那裡 不管怎麼樣 我們措施的人 如果有福祉 一定會讓他們留下來 現在留到他生日了 現在就說 我一邊這樣 一邊這裡的育民童 你如果投心 一定會讓他們留下來 措施 措施有什麼 我小時候沒有搞大 措施 就是要花了 但每一塊 其他人都要留下來 一塊 比一塊好 所以我小時候 阿嬤也在這裡 我先去 因為我自己 拿牆利盤就入口 好